欢迎收看2月13号的财经Espresso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近期股价跌不成形 其中一个原因恐怕就是雇员公金值EPF大手卖股 随着移民局宣布三年内收回相关业务 交通部颁布陆税数字化的新措施传来 投资者担心MyEG的核心业务受到打击而纷纷脱手 MyEG今天开盘下跌0.5仙至60.5仙 随后持续走跌 一度跌了4仙至57仙 是2020年5月以来的最低点 闭市时收报在60.5仙 全天走跌0.5仙 共有超过2亿股成交 是全场碎热股 最新的数据显示 作为主要股东之一的公金局 上周二和周三一口气卖出MyEG近1亿1千7百万股 持股减持到大约3亿9千7百万股或5.34% 尽管股价暴跌 但分析员相信电子化政府服务计划 也是MyEG服务的商机 带公司获得新的主要电子政府服务合约 市场谨慎投资的情绪将能够逆转 穆迪今天将云顶的展望从负面上调至稳定 评级则保持BAA2 穆迪说 有持续复苏的营运表现支撑 预计云顶和旗下公司的信用指标将能够在未来12至18个月内改善 因此调高运频展望 尽管穆迪表示 云顶的业务组合强劲 拥有足够的流动资金 但目的也提醒 如果该集团赢得纽约赌场执照 债务营运盈利比将无法达到该机构预测的4倍 这是因为执照费和发展开销可能就超过10亿美元 上周四 99Speed Mart连锁超市创办人李良华 通过公开市场买入安联银行的138万股 持股增至7858万股或5.076% 跃升为安联银行的第三大股东 获得李良华加持的安联银行 周围进一步扭转过去一个月股价疲软劣势 盘中上升至3令吉55弦 创下三天连升佳季 闭市时 安联银行收报在3令吉54弦 全天上扬6弦 共有179万股一手 目前 安联银行前两大股东分别是Vertica Team公司 和雇员工基因局持股各报29.06%和10.5% 新闻结束之前 欢迎订阅百格 收看更多精彩内容 我们再会 记者 李宗盛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